大家好 我是丁超 欢迎收看超低大赢家 那今天指数啊 我们看一下今天指数是 是涨100点 今天指数是涨100点 那这个盘啊 这种我跟各位讲 这种盘啊 已经是一个整理盘 虽然你看起来涨100点 但是它真的还是量缩整理盘 你要特别注意就是 现在很多人不想操作股票 就是因为他这看这个指数啊 从这里开始 从这里开始 几乎是都是上下政府都原地踏步 大概上下空间不大了 这边这里当然有一个高点 这边有个高点 这边是11039 这边是11012 这边是11021 所以你看这三个点都非常的接近 那为什么他这两个点 这两个点都没有办法突破这里 这里价格有突破 但是成交量没有上来 那今天也是一样成交量没有上来 所以他是一个盘整盘没有错 那这个低点啊 这不是有个低点吗 低点在这两个点 10730没有跌破 这边有个低点10658 所以这两个低点比这个低点高一些 那也没有放量跌破 所以基本上他就是这个区间 那这个低点啊 跟这个高点10710非常接近 就是颈线 所以这个盘是 你这样看起来 他是一个上涨之后的一个盘整 但是不表示是跌 上涨之后的盘整 他代表中计啊 他代表一个中计啊 我先把大盘跟各位讲之后 才跟各位讲股票 就是现在目前你所处在的位置 很多人会看不懂 但是你只要知道大盘的架构 跟美国股市的架构 你就知道这个盘是不会跌 不会跌 那你说要涨到哪里 涨到哪里再说 因为我们不预设立场 但是我认为 非常有可能涨到下礼拜 而且 可能啊 而且可能这个会 接下来可能会强涨 他不会说慢慢涨 可能会这样 这基本上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我们看一下这个大盘 我们看一下这个周K线 我们看一下周K线 周K线 那你想想看 美国股市在涨的时候 美国股市 他是一个一直往上来挑战高点 那美国股市挑战高点 那台北股市怎么可能会跌 而且昨天晚上的美国这个 美国一些股票 例如说监雅股里面的亚马逊 或者是这些 或者是另外就是脸书 有一档股票叫脸书 就是Facebook 他都要创下了历史高点 这个很厉害 这个创下历史高点 而且苹果电脑 或者是Google 这些股票 都持续的一个反弹 那金融股也有反弹 那可见是美国股市 它建立的是一个资金的行情 它不是一个 例如说不是一个基本面的行情 或是景气面的行情 它是一个资金行情 是一个资金推动的 那这个资金推动 从三月份以来都是如此 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结束 也就是Fed 连续降息 降了6 那另外美国的这个 实施了这个QE 等于是在市场里面撒钱 那全世界都是看美国 那美国如果一直涨 那台北股市就一定不会跌 而且保证不会跌 我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台积电 台积电 你看一下台积电 正常来讲 我讲过 正常来讲台积电是要跌的 今天是礼拜四 正常礼拜一这一天 跌到290 如果按照技术面来讲 这档股票已经垮掉了 非常危险 但是我讲过 我们这个台积电 看起来是准备垮掉 可是你如果看 如果看一档股票 看一个指数 不是股票 你看这个费成半导体 我给各位看一下费成半导体 我讲过费成半导体 台积电的ADR是这边挂牌 对不对 那你看 这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 那我们礼拜一台积电是到290 可是你看上个礼拜的这个费成半导体 它收盘 它没有破低点 对不对 它是回撤两天之后 到上升的月线 它开低走高开低走高 所以我断定这个盘是 这个费成半导体会再上去的 那果然是上去的 我上礼拜就讲了 对不对 那现在费成半导体 为什么费成半导体涨 台积电一定保证不会涨 保证不会跌 我们看这里就好 这边可以看到台积电的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台积电的ADR 这里应该可以看到 台积电的一个ADR 应该是有台积电的ADR 这边台积电ADR 这个就台积电ADR 台积电ADR就是挂牌在费成半导体 你还注意看 这是礼拜三的台积电ADR锁盘 但是这上个礼拜的 上个礼拜五的台积电锁盘 所以因为台积电的ADR 它已经跌破了这个颈线 所以才会造成 这个礼拜一台积电跌到290 可是我刚刚给各位看到 费成半导体 它并没有走势像台积电这么弱 所以台积电的ADR 会被费成半导体救起来 对不对 那台积电ADR 会被费成半导体救起来 那当然就是 我们看这里 他们被他救起来 那被他救起来以后 那当然台积电就 被这个救起来 被这个指数救起来 对不对 那当然台北股市保证不会跌 因为这个观念要先厘清 为什么说你要先指数不会跌 如果指数会跌会变空头 那我们做多很显然会吃亏 如果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做多会吃亏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选股票 比如说现在我们做多 股票市场就是很乱 例如说 昨天我也跟各位谈到了 华为的供应链 受到了这些消息片的影响 可是大盘是一个好的 大盘是一个 要持续往上反弹的 那这个股票就不会一直跌 这种股票就不会一直跌 比如说这个蓝电 受到伤害最大的这些股票 或者是晶圆电 晶圆电今天还大涨 那另外就是新兴 或者是新兴电子 或者是这个华通 这些股票不是 在昨天以前跌的吧 觉得不少 那为什么会涨 没有为什么会涨 因为这跟基本面是完全无关的 因为如果以基本面来讲 华通 新兴 这些股票或者是蓝电 他们哪里会差 或者是文帽 他们哪里会差 不是这个问题吧 问题是因为他受到了 美国要制裁 华为的一个影响 所以外资跟投信是卖超 把这个股票价格卖下来 可是我讲过 如果大盘是一个好的情况 那这些股票跌下去 他一定会反弹 那这个是跌升的反弹股 可是市场里面 又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 我们是比较重视技术面 技术面来讲的话 他不是完全用基本面操作 例如说像今天 这个台积电的 也是台积电供应链 这个是设备股 那你说台积电又没有 又没有很厉害 又没有很强 那这一档股票整理之后 昨天就很强了 那今天跳空 过了这个平台 直接工涨停满 那这种走势 就是技术面的走势 那你说基本面怎样怎样 少讲这些了 因为讲这个跟基本面 完全无关 因为基本面它本来就好 加登怎么 这台积电的供应链 怎么会不好 或者是你看这两股票 六二七八的台表科 也是一样 他过了这个整理平台以后 强攻强攻再涨 所以我们为什么 非常重视技术面说 越涨要越买 然后如果是涨的股票 你千万不要随便把它卖掉 大概是这样一个道理 你看这台表科也是一样 另外就是有一档股票 今天转强了就是宣德 它一样是转 整理这么多天以后 跳空以后 这个是主力作价嘛 跳空以后就攻上掌平板 那这个跟基本面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它完全是技术面强势的表态 技术面强势 所以就像这种回撤上升的月经线 是不是 整理几天以后就急攻转强 它的走势跟这个怎么会一样呢 跟这个怎么可能会一样呢 它是这个股票走势 这月线是往下走的 怎么会一样呢 对不对 那跌破月线怎么会一样呢 所以你看这种股票的走势 或者这种股票的走势 或者是另外像这种股票 3515这个股票 就是滑行的走势 也是一样回撤上升月线 对不对回撤上升月线 然后连续拉两根上去 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走势都是这样走吧 很多股票 像这样这个都是一样 或者是5215的 就是这种股票 它也是一样 柯家它今天攻上涨停 最主要一定是因为 跟这两股票是同一个类股的 对不对 就是茂林嘛 茂林上来以后 柯家就上来 你看这些股票也是一样 都一次持续的转强 IC设计股嘛 那最主要是因为 被年发哥带动上来嘛 25是年发哥带动上来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台积电的走势 就知道未来大盘的走势 那大盘已经过了平台的高点 可是台积电注意看 这边是309 这边305 这边301.5 298.5 298 所以台积电是高点越来越低 低点 跌破低点 所以它的这个整个技术面来讲 台积电是比较不理想的 可是我讲过台积电会被费成半导体救起来 所以我们在等台积电这两股票表态 它只要放量 这边有个低点量比较大 这个量比较大 那它量比较大跌破了这个量 那也跌破这个量 这个点的量 而且是跌破290.5的量 那照理讲跌破以后量比这边大 跌破是有效性跌破 照理讲会跌下去 但是没有跌下去就表示大盘是转为安 就是被台积电救起来的 那台积电这档股票会不会过这个高点 我认为非常有机会 就是因为看起来非常有机会 因为美国股市看起来是还会在涨 我们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这一波能够大涨的原因 最主要是因为石油价格 油价油价反弹 我等一下会跟各位谈一下油价 你看这个美国股市 不管是那是那个指数也好 都已经快来回补这个 之前2月底3月初的这个跳空缺口了 2月底的跳空缺口了 这个是起跌点的 你看 非诚半导也是回到这个地方来 非常强劲 尤其科技股比较强 那美国的一些传染产业股比较弱一点点 那最近这个美国股市在涨 是石油价格所策动的 那另外就是从美国重启经济 大家都知道美国重启经济 那美国既然重启经济来讲 就有个概念就是说 很多的生技股 我是奉献你不要一直追加的 因为之前生技防疫股是建立在 大家比较闷 这空头市场或者是 电子列股在修正的时候 就是会碰到这些生技防疫股 可是当他重启经济 要工厂要开工之后 当然是要涨科技股 跟传农产业股才对 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你看这些生技股 你看今天还是有些股票 还是涨停板 像恒大口罩股 已经分盘交易了 分盘交易它还是涨停的 不是没有 但是也有像这种的 一开盘就跌停了 对不对 或者是这个 一开盘就跌停 你跑都跑不掉 像中天 昨天还是涨停 昨天不是涨停 昨天还是大量 过大量区直接主力大上去 今天就直接出货了 或者是4743的这个 这个合一也是一样 昨天也是一样 昨天还供涨停 那你看今天开盘就跌停 那你有没有想过它涨这么多 如果说一档股票涨了这么多 那你如果还要去买的话 或者是这么多股票在分盘交易的 那你会不会让你想到说 当初国际的时候 那时候所带领 那时候国际在大涨的时候 你记得国际之前在大涨 以前涨到一千多块的时候 国际在大涨的时候 很久 这个是更一千多块的时候 国际那时候大涨的时候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那时候也是几乎是 前面喷出 而且是所有的这些被动元件 大概三十几档 都是只要有一档涨 那其他都跟上来 只要一档涨就跟上来 那时候很热 也造成了分盘交易 结果分盘交易之后 还是有些股票继续在涨 最后就崩盘了 所以我认为生计股会崩盘 我是讲真的 就是说我当然 当然你现在如果有投资朋友 在做生计股 听我这样讲一定会不太高兴 可是你不觉得说炒作已经是 股票交易炒得太高了吗 尤其是这口罩 当然没有错了 现在是口罩以后 可能会开放出口 可是你会不会觉得说 这种做口罩的 它的利润不会永远一辈子 都那么好 那你涨了十几倍 那这样子划算吗 从十几块涨到一百多块来 你觉得这样可以吗 我的意思是这样提供给你参考 所以你的退额求其次 我刚刚讲过 这石油的价格在涨 不然特原油已经涨到了36.66 从十块十五块九毛九 我在Telegram有讲过 你有空的话 你就加入Telegram 我就讲过 那希德州银流也是从十块钱 涨到跑到已经是三十四块了 三十三块三十四块 涨了这么多 那为什么台湾的ETF没有涨 为什么台湾ETF没有涨 涨不动不是没有涨 有一个非常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溢价的关系 我讲过好几次 就是因为ETF 负面的消息变太多了 以至于最近石油价格又大涨起来 ETF并没有反应 可是你注意看台湾交易所 期货交易所里面有一档股票叫 当然是期货不是现货 是布兰特原油的一个期货 台湾的交易所自己有一个布兰特原油的期货 它是已经涨 它就涨 它就有跟上 它就有跟上 今天还创下的波段高点 而这个波段高点就是这里 我跟各位讲给各位参考 你到这个有时候你到Telegram去看 我讲的不是这档 这档就是ETF 这档接口布兰特油的正二的ETF 我刚刚讲的是另外一档 它是这个是ETF 另外我讲的是布兰特油 原油那是在交易所 交易的那个是期货 如果我们现在看这个是ETF 它在这里 它这个点今天还没涨 这个点是6.7 这个点是7.35 这个点是8.56 而这个地方的原油 布兰特原油的期货价格报价 这里是39.7 那这个位置就是36.38 这个位置就32.18 这是亦步亦趋的 那现在目前原油的报价是 36.66 也就是说 如果以原油近业份的期货 布兰特油 它报价出来是高过于这边的价格 这里是36.38 那现在今天 昨天到今天已经突破这个点 这个是7.35 可是这里并没有7.35 这里没有7.35 这里只有32 现在是目前原油价格是36 那这个价格也没有过6.7 也没有过7.35 那眼看整个布兰特油的一个报价 期货原油 已经到36点多 那非常有可能在短时间里面挑战 39.7 这边的ETF是8.56 所以你说这档股票是不是被低估了 你可以说它被低估 但是有些人不承认被低估 为什么 因为原油的价格 尤其是原大SP油正二 它的一个溢价 真的是比较高 因为之前比较活络 之前比较活络 大家愿意用更高的价格 高于净值的好几倍去跟它买进 可是我讲过 不管是ETF也好 或者是股票也好 它都会有溢价 它不可能只有跟净值一样 不可能同步净值 那只是因为负面报导太多了 以至于造成的ETF 不太敢涨 但是像这种股票 它就比较没有什么 它比较没有什么溢价 所以它就涨得比较正常一点点 可是它还是一样 没有涨到这个位置来 这个也是连结纽约西德州原油的 这个是没有正恶 所以我要跟各位讲 就是说 我们可以认为说 因为它在调整它的溢价 那你让它调整之后的话 它就有可能因为石油价格在涨 然后让这张股票开始产生的放量急功 因为这种股票 基本上量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所以大家已经开始没有在 做交易的大部分都跑去做生计股了 或者是当冲的跑去做生计股 这种股票大家比较少在关心 可是因为我之前跟各位讲过 这个是完全被低估了 你想想看 如果说原油价格 现在目前期货的报价是36.66 布兰特油 它都已经报价到这个位置来了 这个位置也是报价是36.28 石油的价格反弹这么多 那现在目前今天的收盘价才5.6而已 那这边是7.35 你看看5.6到7.35它价差有多大 何况是未来原油价格 有可能在往后的几天挑战39.7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价差不是很高吗 所以现在去买这种股票 买这个ETF绝对罚算 但是我还是建议 以布兰特油为主 布兰特油 因为布兰特油 它的溢价没有那么大 那原大的SP油 就是连结这个纽约西德州原油 那个溢价比较大 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这档股票是比较 应该是可以注意的 那我们今天的报告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明天见拜拜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